好這個今天線上面其實就是在討論這個藍白河的問題啦 終於 finally 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侯友宜說 藍白河要進入政黨協商的階段 那這個柯文哲也說OK了 終於等到他OK 所以接下來會是侯友宜、朱立倫、柯文哲三個人為主 無論是民主初選還是民調都不會有了 而且如果總統不和就沒有所謂的聯合內閣 那就是藍白就是不和了 那國民黨的主席朱立倫說 只有侯柯佩或是柯侯佩能夠贏賴清德10%以上 那侯友宜也說他聽到柯文哲屬意的副手人選 有一男一女但都不是國民黨籍的 他就很疑惑啦說哪有一個女兒 同時要嫁好幾個人的道理 就是騙拼金不是嗎 侯友宜定下藍白河的地點已經過了 政黨協商就沒有所謂的秦民調 也沒有所謂的開放式的思想 不然就政黨協商好了 其實最起碼我們三個人是 我們叫基本咖 政黨協商成了現階段藍白唯一共識 柯文哲侯友宜朱立倫三人要坐下來談 但柯文哲心有所屬的似乎不是侯友宜 柯主席那天你跟我聊的時候是講兩位女生 兩位女生我就直接跟你說不可能 我說我們一定是侯柯柯侯 柯文哲有自己的堅持折騰了半天 若只能成就民調贏的人徹底甩開輸的一方 就變淘汰賽根本不是藍白河 這讓藍營把最後遊戲規則講清楚 選舉一定要合作 若選舉不合作 就沒有所謂的聯合內閣 我也沒有說一定怎樣 我只是希望說這個如果要合作 那目標就是勝選嘛 只要扭了錢做一個民調 其實一天就知道結果了 雙方底線都劃清藍白河想靠協商 恐怕都得各退一步 國民黨得接受柯文哲所認定的公平競選方式 全民調 而民眾黨得將侯友宜納入唯一考量 可以跟大家很負責任的講 我們今天早上最新做出來的民調 只要合了 我們至少贏10%以上 美人婆朱立倫有信心 但也得看新郎新娘 有沒有意願堅定走下去 否則最後緣分已盡 也只能各自安好 接著陳新穎林俊鋒台北採訪報導 新郎新娘有沒有緣分繼續走下去呢 大概只能繼續看下去了 不知道啊 這個台北市議員侯漢廷就說了 藍白不只這高層之間需要化解分歧 包括藍白的支持者也要接受對方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是支持國民黨的 我現在也要支持柯文哲 支持這個民眾黨的 我現在要支持侯友宜 這個很重要 不然藍白是合不成的 也很難打贏賴清德 能夠化解就不僅是說 藍跟白高層 我反而認為藍跟白的支持者 彼此要能夠互相的諒解跟溝通 這反而是更加重要 因為這才會真正決定 假設合不成 那麼還是有機會贏的關鍵在這裡 因為如果你已經讓對方的支持者 這不叫對方 賴清德是敵人 對吧 藍白之間叫做對方 你讓對方的支持者 都會討厭自己的話 你自己再怎麼樣 都是很難贏的 如果能贏的話 就如同我說的 我過去一直覺得說 不見得要整天期盼合 關鍵要先把自己給做大做強 但現在事實已經證明了 幾個月的努力下來 兩個候選人 沒有一個人 能夠把自己做到民調三成以上 所以只能夠期盼合 那合如果合不了的話 你只能期盼 讓對方的支持者 不要討厭自己 才有機會獲得最終的勝選 那在目前以來呢 其實雙方我認為 他們的用字潛詞跟用語 真的是精心計算 尤其呢 像是這所謂的婚姻之類的類比 我覺得非常的巧妙 那柯文哲說 被逼婚的感覺不好 這個語境一下來 那大家都會同情誰 大家會同情被逼婚的那一方 對吧 因為我是被逼婚的 大家當然就會同情 那人家是不是霸王硬上弓啊 就會對國民黨比較討厭 架跟曲這樣的一個用詞的轉換 立場的轉換 語境上的不同 其實都在幹嘛 都是各自在行訴 對自己有利的氛圍 然後呢 何不成呢 就甩鍋嘛 好我們可以不要再用婚姻做比喻了嗎 越聽越覺得覺得很奇怪 兩個大男人 真的喔 來看到的是前立委孫大謙 他也在他臉書上面PO文了 他對於這個藍白和卡在全民調 還是民主初選呢 他發表一個意見 他說什麼時候了 我們國民黨難道還要精算一黨一人的得失嗎 到底是難活寶發明出來的民主初選機制呢 他說這個 來 他這麼喜歡精算 他就算給你們看 結果一 如果是採全民調的方式 那就是侯友宜獲勝 國民黨可以得到總統 國會最大黨 立法院長 行政院長 所以黨產會促轉 會跟NCC都會被消滅 yes 眾天會52台 幫他加這一句 結果二 如果用採全民調的方式 那侯友宜是落敗的 國民黨還是可以得到副總統 國會最大黨 立法院長 或行政院長 黨產會促轉會 跟NCC 也都可以被消滅 yes 眾天還是可以回52台 這個結果一結果二都蠻不錯的 結果三呢 如果你堅持用這個 莫名其妙的民主初選方式 藍白的整合 就勢必會破局 等於是保送賴清德啊 那國民黨就什麼都得不到 接下來八年 必定會被民進黨 割喉割到斷 中華民國也會被民進黨 給終結掉 哇聽起來很可怕齁 所以如果還不知道要如何選擇 那麼我就真的要懷疑啊 這些黨內決策人士 難道是民進黨的內應嗎 這個是孫大謙的PO文啦 那現在其實現在好像已經 沒有辦法再什麼出選了 或是什麼民調 時間來不及了 所以就直接進入 政黨協商的階段了 那就希望這些大人們好好談喔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任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I'm 我還會重新的那間 i'm I'm I…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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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